朋友们大快人心 广电总局发文 广播电视节目以及网络节目 禁止宣传和推销冰囊 以及它的制品 为什么要发这个文呢 因为冰囊的危害真的是很大 冰囊是一类致癌物 致癌物可以分为一二三类 其中一类致癌物是指 致癌的证据非常的充分 是肯定可以导致人类癌症的物质 冰囊为什么可以导致癌症呢 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 第一冰囊是很硬的 那么你在长期的嚼冰囊的过程当中 会损伤你的口腔粘膜 造成口腔粘膜长期的慢性炎症 可以出现纤维化 那么这个纤维化就是癌前病变 离口腔癌不远了 第二点冰囊里面还有冰囊碱 冰囊碱它有细胞毒性 可以造成细胞的损伤 也可以造成癌变 而且的话冰囊碱就是让你嚼冰囊上瘾的物质 冰囊碱可以兴奋你的神经 让你嚼了冰囊之后产生兴奋的快感 第三冰囊加烟法力无边 冰囊和烟草有协同致癌的作用 很多朋友喜欢嚼冰囊 也喜欢抽烟 那么这两个强强联合 为了你患癌的风险更加的高 冰囊是一类致癌物 为什么履禁不止呢 当然是巨大的经济利益 朋友们知道吗 我们国家每年冰囊的产值是400个亿 如果有人动了他们的蛋糕 是有危险的 那么有一个口腔医生 长期致力于揭露冰囊的危害 就曾经受到了这样的死亡威胁 有人出80万想要结果了他的性命 而且的话 有钱能是鬼推磨呀 之前有很多电视节目或者网络节目 都有冰囊的厂商去做赞助 而且像我这样的医生 居然都是他们的公关对象 我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 曾经收到过一个广告的要求 让我讲冰囊的药用价值 说冰囊在古代的抗议当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还要求解读冰囊的药食双效价值 呸 第三点要求就更过分了 还要求说冰囊作为核心药材 在我们中国的抗议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这不是瞎扯淡吗 我虽然很穷 但是我最基本的职业操守还是有的 像这样的广告 咱们肯定是不能接呀 把这个视频转发给你身边的朋友 让他们以后不要再咬冰囊了 冰囊 烟 酒 这三个常见的致癌物 通通都把它戒掉 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这样的知识 关注我 关注朋友跟曾经生 每天进步 一点点